高雄市潘姓机车车主 今天下午在五福路人行到围亭 被交通大队吊上拖吊车 潘姓撞爬上拖吊车 企图强降自己 机车牵下来 市警局交通大队陈姓警员前制止 双方爆发拉扯 潘南当场被陈景摔倒并压制在地 潘姆情绪激动 竟冲上前咬伤陈的背部 拉扯间造成陈胸颈 及右脸颊及等部位受伤 上衣也整剑被撕裂 潘姓母子被警方 异防害公务及伤害等罪嫌法办 辖取青星分局自强派出所 接获勤止通中心通报 得知交大警员在五福路执行 脱掉轻物物时与民众发生纠纷 立刻到场制止潘南 30岁与潘姆51岁 并将两人逮捕 带回派出所调查 潘南对警方表示 他担任罗斯工人 家境贫寒 母亲有情绪障碍 精神状况不稳定 今天骑车载母亲到市区散心 到百货公司 借上厕所 没几分钟走出来 就发现机车被拖掉 潘南公称 他不知道不能把机车 从拖吊车上牵下来 潘南与母亲事后对于违廷纠纷 与警方拉扯 感到十分懊悔 高雄市交通大队 陈信警员执行违规 停车拖掉 竟遭民众打伤 并扯坏制服 记者黄轩汉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